请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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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主任 你好 你好 经理来了啊 我介绍一下啊 这是钱总 我们公司的董事 钱老板 你好 欢迎光临 慢点 小心点 都是家里人 钱老板 来 绿帆请 请请请 你们小心点啊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来 李主任 你一会儿回办公室 我待会儿去找你 这个产妇情况特殊 按贵宾接待 好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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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总 走 钱总 这是第一产科最好的病房 您太太在这生产 能够享受到最高品质的服务 这次钱总太太的生产 关系到钱氏家族相伙的兴旺 和集团的前景 经过严密的调查了解 贵院的抛肤传手术 大家是永不共睹的 经过反复的斟酌研究 钱总决定还是要有劳贵院 谢谢钱总对我们医院的信任 有几点要求 钱总您说 三个要求 第一 孩子必须在今天生食规定的时间 即三点五十八分准时出世 第二 必须由贵院第一产科专家 被莉莉亲自主刀抛肤产 第三 孩子出生的时候 无论什么情况 都不得动用产前一类的器具 必须保证宝宝完好无损 这是北京上海专家级医生做的病例 这是病例本啊 有主人有什么想法 有主人有什么想法 但说无妨 钱总 遇产期是到了 产妇 不 您的太太情况这么好 您为什么不让她顺产呢 这是我们集团的秘密 不 可以告诉佑主 是 顺产的时间不好掌握 但抛肤产就不一定了 时间有什么讲究吗 有啊 三点五十八分 是身时中段大运时刻 按照皇帝命算 此时出生生在皇帝族 时云生在皇帝族远行可发展 我们钱总考虑啊 后世不依靠祖音 要立足于自强不息 简单点说吧 我们是生意人 图个吉利 这点小小的请求 不会让有主人为难吧 是这样的 钱总 有些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 这个抛肱产 不 就您说的就是抛肤产 不能随便做的 需要一定的手术指针 这点我们医院要求很严格的 这个呢 我们已经考虑到了 我们钱总的太太 这次怀的是巨大尔 巨大尔不就是手术指针之一吗 可是这个病例本上写的 只有三千八百克啊 是的 四千克以上 才属于巨大尔 对啊 可我们商家 比较忌讳这个四字 所以就改成三千八百克了 我知道您是 曲院长的夫人 又是妇产科的权威 我们给您那么多的赞助 不就是希望能够通融一下吗 这样吧 我们可以把病例改一下 改成八斤不就是四千克了吗 說不就行了 跟 又主任 又主任 我们出去一下 好吗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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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经理 这 这不好办 我不能违规操作啊 钱总现在非常相信这些说法 他是不大会改变的 这我来 我来仔细地跟他讲解 顺缠的好处 我来想办法说服他好不好 你还不了解钱总这个人 钱总非常固执 他是不太可能被说服的 那如果我们 不按照他的想法做 会是什么后果 钱总是我们公司的大股东 主要出资人 他对我们公司的合作项目 有一票否决权 你们见过生孩子带保镖的吗 带保镖 你们见过生孩子带保镖的吗 见过吗 没见过吧 没有 刚才我就看见了一个 而且还不是带一个保镖 你们猜带几个 几个呀 带几个 带四个 四个 那这是绝对是黑帮片看多了 一水的黑西装走路这样背着手 仰着头 横着就进来 而且还戴墨镜 我说天哪儿 日光灯下戴墨镜 你也不怕撞墙上 这哪儿是在生孩子啊 这完全就是黑社会在抢地盘呢 你们一定去看看 一会儿就出去看看 对呀 钱总 请进 请进 魏主任 刘主任 钱总 这就是魏主任 我们医院第一产科 名副其实的一把刀 也好 魏主任 这是钱总 您好 病人家属送的锦旗 基本上都是送给他的 你看 魏主任 萧主任让收起来了 锦旗都收起来了 魏主任 您请坐 不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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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钱总 您也坐 您别这样 别这样 快起来 您有什么话就说吧 卫主任 您有什么话就说吧 我太太全都拜托您了 卫主任 你别紧张 钱总是知名的企业家 有素质 很尊重我们医生 你看 你看 他太太要生产 指定到我们医院第一产科 指定你上台 帮他太太接生 是 魏主任 我们对您敬仰许久了 是 是 只是 我还是要斗胆说一句 一定要按时准客 而且不能动用产检 钱总 钱总 这个我 我到时候单独跟魏主任谈 先这样 先这样 我们再去安排其他事情 到时候我单独跟你谈啊 请请请 来 请请 保镖在门口我看见了吗 好 别吃 别吃 看见了 我看见了吗 拿走大家保镖 快没看见 笑什么笑啊 都别笑了 该干嘛干嘛去 来 怎么回事啊 就是院长说的 那笔八百万赞助 我拉来的你忘了 不是说那是家制药公司吗 怎么我看着 这动静有点酸 他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 主要负责投钱 难怪 我说怎么看着 有点像黑社会呢 就是个土财主 跟着电影学演 黑社会老大 但是人家有钱呢 我们现在合同还没签 不得哄着他吗 对对对 行 那您说 他让我做什么 掌握好抛工时间 孩子必须要在 三点五十八分出生 不能早也不能晚 今天就抛 人家是掐着日子 掐着时间来的 那什么指针啊 实话说什么指针都没有 又准 这恐怕不行 你也知道 没有指针的手术 这是违反医疗原则的 是啊是啊 我刚才也是这么说的 真是让人头疼 对 他们说有指针 巨大尔 八斤 这是哪国的写法啊 就是啊 不就是四千克嘛 人家非得说八 八不是吉利嘛 还不能动产钱 对了啊 不能动产钱啊 尤主任 不能动产钱 我可真保证不了 魏主任是这样 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 牵扯到八百万的赞助 去院长不再出国了 那这件事情 就得由我来安排 我们必须严格 按照他的要求来办 我可是把他交给你了啊 手续我都办好了 一号手术室 马上通知麻醉 现在就开始做准备 好 喂 何医生吗 六十四床要做个抛工产 你马上去做个产前检查 好 何医生 我是他的负责医生 你们俩站这儿不累啊 找个地儿坐会儿 来 医生 怎么样 你别紧张了 你看你的宝宝 心里好都有力量 特别健康 放心吧 你的宝宝也不大呀 医生 我 你想说什么 刘总啊 你稍等一下啊 你刚想跟我说啥呀 何医生 肺胎这一道吗 当然不用了 你的宝宝特别健康 而且啊 他也不大 非常适合顺产 其实 我已经知道了 我只想自己生 可我不敢 你在担心什么呢 我先生的 要不然我去找你的家属 跟他们说一说 不行 不行 要不 你给我打针 催催产 在我开刀之前 让我把孩子生下来 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呀 你要有难处 你要跟我说出来 我会尽量帮你的 医生 我真不想看你 好好休息 你好 我 能跟毕人的家属聊一聊吗 对 把标底带给我抬高一千万 一定要在今天晚上 把合同签下来 对 钱总 我想单独跟你聊一下 钱总 我想单独跟你聊一下 我听说 你想让您太太做抛工产 怎么了 我想来告诉您 您爱人的状况特别好 孩子也不大 完全可以顺产的 你说什么 其实女人生孩子 不一定非要爱这一刀 如果有条件的话 最好还是顺产 您可能不知道 抛工产是有后遗症的 不仅会影响母子之间的感情 子宫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伤害 最关键是 如果再度怀孕 还有可能引起切口妊娠 这危险不亚于公外孕 可如果顺产的话 就会不一样了 不仅产妇安全了 宝宝的免疫力也会有所提高 最关键的是 患肺病的几率也会比较少 如果你 谁让你来的 我就是想来跟您沟通一下 我是问谁让你来的 是我自己 那就出去 钱总 你以为 是谁都能跟我说话吗 出去 十九床子宫下段行程好临船 抬头已经衔接 胎儿也不大 如果公口开到两到三厘米 感染还没有好的话 就做抚摸外吧 这次你主刀 一定要仔细 知道了 进来 魏主任 怎么了 六十次床根本就没有抛工产的指征 产妇要求顺产 我去跟家属说 家属呢 瞒不讲理把我筹码一顿 等等等等 你的意思是说 前太太没有抛工产指征 一切都正常 我量过了 胎儿不到三千克 太过分了 你先去做准备吧 好 你说家属不同意顺产 没错 家属不但不同意顺产 现在还派了个人看着产妇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前太太趁那个人不注意 偷偷哭着跟我说 说她不想挨刀子 我真的不明白 做丈夫的 怎么就不能为自己的 爱人身体考虑一下呢 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 牵扯到八百万的赞助 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他的要求来办 孩子必须要在三点五十八分出生 不能早也不能晚 还不能动产钱 对了啊不能动产钱啊 这还叫人吗这 这不是把女人当生育机器 一刀抛开就行了 没错 产妇也是人 有她自己的权利 我们为什么不能尊重 产妇自己的意愿 让她自然分娩呢 尊重产妇自己的意愿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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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d情 又有个人有大事 许院长和萧主任都关机 关键时刻这两个人都找不着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喂 林医生 萧主任你说 你马上把那台抛股材 换到一号手术室 我做主刀 你主刀 那我 你做助手 我知道了 想一出十出 你叫朱医生过来 我看你 你想辈吗 陈戰 来 姐 坐 来 坐坐坐 来 就坐这 坐这 来 坐 就通过这个屏幕 就可以看到整个手术的过程 钱总 你们怎么回来了 他们不让劲 钱总 这是医院 医院有医院的规定 好 我知道 手术开始 分离脂肪层 有力旁卧后筋膜 把膀胱提起来 夕阳水 把膀胱提起来 吸氧水 加大力度 这孩子怎么还不出来 自宫下段已经切开 宝宝马上就要出来了 好 孩子必须要在三点五十八分出生 不能早也不能晚 小产欠 陈总 他们动产钱了 什么 产钱 我不是说我不能动产钱吗 我 别着急 我去看看啊 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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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冰得太紧了 分开点 分开点 来 开始吧 一 二 三 千万别张嘴 不然会跑气的 是这样 坚持久一点 你坚持久一点呀 抬头光落了 是吗 小生云就要诞生了 你是最伟大的妈妈 坐 来 坚持 一 二 三 加油 久一点 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动产钱 林医生 林医生 问你话 为什么要动产钱 抬头高幅 免头困难 你们在做什么 刨工产呢 做什么刨工产 刨工产 林医生 问你话 抚 抚抹抚工产 抚抹抚工产 为什么 为什么 好 跟他姐夫一天休息会儿 一天休息 好 没有什么人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 我们在接生了 魏主任没跟你们说吗 这个产妇的孩子 一定要在三点五十八分出生 没说吗 没有啊 我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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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紧张啊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我害怕 别害怕 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就按刚才的节奏 我们再来一次 好吗 我都害怕 我怕我再走不出这个门了 不会的 不会的 不行了 放松法里孩子出来 有劲啊 快 加油 我们再来一次 好不好 喝一杯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帮忙我 好 求求我 我去找家属 我叫你家属来 你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要去找家属 你不准去找家属 为什么呀 我说不准就不准 产妇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这个时候只有家属 能来还击他的压力啊 这有种人干吗去哪儿 怎么还不回来 我去给您叫 不用 我没工程了 走 陈总 您爱人工作乏力 您能帮帮她 让她消除压力吗 你们不是医生吗 这个事情应该你们来解决 对吗 可她是您太太 这样很容易造成胎儿难产的 这孩子不是都已经生下了吗 产妇要求顺产 您就去帮帮她吧 不然产程太长 会引发大出血的 陈总 好啊有种人 你跟我来这手啊你 不 不 这都是误会 你 那个 你跟我玩满天过海 你等着瞧 走 你不能走 你爱人和孩子需要你 你去帮帮他们吧 你 他也不负责任了 你给我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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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邮主任 为什么不按时做炮工产 你说 我 说话 产妇没有手术指针啊 再说他希望顺产 我不要听这些 魏主任让你干的对吗 不是 真的是产妇要求的 我们只是尊重他的意愿 你撒谎 我没有撒谎 现在意愿不是提倡顺产吗 胎儿不到三千克 上面却雪的巨大儿 这才是真正的撒谎啊 你 你 你在跟谁说话 你在跟谁说话 你在跟我说话 你竟敢这么对我说话 你是谁啊你 我是一个医生 我在按照医疗规定办事 你给我走 从现在开始 你不再在这个医院进修了 走 走 我来这儿进修 是学领导批准的 你凭什么让我走啊 因为你没有执行 上级医生的指令 所以你不能再在这儿进修了 走走走 我不知道同意抛公产的 上级领导是谁 如果是您的话 这样的指令 任何一个合格的医生 他都会拒绝的 何医生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你的工作是给产妇接生 还不快去 幼主任 这件事跟何医生没关系 我跟您解释 不是 到我办公室吧 一 二 三 四 家属怎么了 怎么样 好一点 她还是不行 你不用说话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爱你的孩子吗 她在里面非常着急 她还想马上见到你 你能帮帮她吗 那好 这有什么好怕的呢 人生最痛苦 办你最精彩的时刻 马上就要到了 对 我们跟着朱医生的节奏 来 一起努力好吗 来 你深呼吸 深吸一口气 来 坚持八点钟 对 预备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坚持住 六 七 八 好 没错啊 加油了啊 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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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啊 来 一起劲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我已经看着小头发了 加油 七 八 快出来了 来 二 三 四 五 加油 快出来了 六 七 八 出来 恭喜你啊 快出来了 希望 excessive 快出来了 孤独身处 四断青草路逐 孤独一岁风 翩翩几乌 等待 下一次重生